说自己丑人 七日东西大家好 我是丑哥 今天咱们来说一部 彪汉姐姐解救可怜妹妹的复仇动作片 简单粗暴 却令人心痛 话说年轻漂亮的英爱从小习武 得了不少比赛冠军 曾是一名优秀的全职保镖 但是却在一次保卫工作中 因防卫过当 重伤了袭击者 被判入狱一年半 今天是他行满出狱的日子 走出监狱的英爱 内心失落又迷茫 他坐了一天的车 按照纸条串的地址 找到了妹妹恩惠租住的房子 就在此时 恩惠一把从背后抱住了英爱 他一直在门外等着姐姐 父母离世后 姐妹二人便相依为命 生活艰苦但感情极好 英爱性格坚强 恩惠却胆小柔弱 心智不全 如今正在念高中 分开了一年多 恩惠狼吞虎咽地吃着姐姐做的炸酱面 英爱特意给恩惠买了一个发卡 恩惠非常喜欢 开心地抱着英爱 亲了他一脸的油 夜里 恩惠切切地跟英爱说 他能不能不上学了 英爱轻声安慰他 要遵守跟爸爸的约定 好好学习 在英爱的怀里 恩惠静静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等英爱醒来的时候 恩惠已经去上学 并帮他准备好了早餐 留下了一张字条 他用攒下来的生活费 给姐姐买了一份礼物 一双红色高跟鞋 和一条红裙子 希望姐姐能美美地告别过去 重新开始生活 但英爱却不知道 在学校里 恩惠又被三个女同学欺负了 刚一放学 就被三人强行带到了KTV 恩惠都在叫罗里瑟瑟发抖 但三人却拿起了手机 命令他脱掉衣服 拍完视频之后 便带恩惠去见了三个小混混 微笑的人名叫阿勇 看着恩惠漂亮的脸蛋 便打起了歪主意 三人散发小广告 命令恩惠乖乖听话 跟打来电话的客人去宾馆开房 等恩惠发来房间号 三人便立刻冲进房内 将客人暴打一顿 勒索一笔 这一招屡试不爽 阿勇三人玩得不亦乐乎 但可怜的恩惠 却在一次次的惊吓中 哭红了眼 而此时 英爱打不通恩惠的电话 正在街上焦急地寻找 但早了半夜 依然不见恩惠的踪影 他疲惫地回到家 在忐忑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等他惊醒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他急忙拨打恩惠的电话 但手机依然关机 他立刻换上恩惠 买给他的裙子和高跟鞋 赶到了学校 但恩惠却根本没有来上学 而班主任对恩惠的失踪 却毫不在意 在他看来 恩惠心智不全 智力不如普通人 学习也吃力 就不应该送他到学校 就算失踪 也是家人的失责 英爱无话可说 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一名女学生拦住他 悄悄递给他一个手机 英爱定睛一看 视频里竟是恩惠 被三个女同学 强行脱衣服的画面 英爱震惊不已 心中大痛 刚一放学 英爱盯上了那三个女学生 二话不说就是几巴掌 打得几人不敢再嚣张 乖乖供出了阿勇 刚一照面 这才老实交代 原来昨天晚上 他们踢到了一块铁板 本想勒索一笔 却被黑社会阿坤 暴打了一顿 阿坤这小子 开了一家 名为快乐公司的贷款公司 逼着阿勇签下了 一千万的借条 带走了恩惠 让他们拿钱熟人 得知这一切 英爱怒骂一声 拿走了阿勇的手机 楼顶天台 快乐现金公司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 英爱立刻打电话 到警局报案 但警察却冷漠地告诉他 24小时后确定失踪 再到警局填资料 走程序 一听这话 英爱失望地挂断了电话 决定靠自己 而此时的恩惠 已经被阿坤 卖给了批掉颗老皮 阿坤拿钱走后 老皮就要对恩惠下手 却被恩惠一口咬伤 老皮一怒之下 将他打云了过去 随后打电话 让阿坤退钱 把人拎走 但阿坤前已到手 当然不会愿意 而这时 通过名片上的地址 英爱找到了 阿勇的皮包公司 但开门的 却是一个跑腿的马仔 此人绑大腰圆 直走了几招去跪地求饶 说出了阿勇的车牌号 和小区地址 但具体的门牌号 他也不知 英爱见他不想说谎 便放过了他 拿走了车钥匙 和一把电枪 开车来到小区车库 通过车牌号 他找到了阿勇的车 现在就等阿勇现身了 而这一等 就是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阿勇果真现身 睡着的英爱被车身惊醒 一看车子离开 立马跟了上去 偏偏着街道上 英爱一脚油门 撞上阿勇的车 阿勇刚想下车发飙 却被英爱一把电枪 直接电晕 等他醒来的时候 英爱已经从身后 勒住了他的脖子 英爱全力之下 阿勇喘不过气来 顿时求饶 英爱愣愣地问他 恩惠在哪 阿勇这才知道 他所为何来 只能压住心中怒火 开车带他去找老皮 但是半道上 阿勇却开始有嘴滑舌 英爱一怒之下 勒进了绳子 阿勇吃痛 一怒之下猛踩油门 撞向路边的水桶 车子被逼停 英爱身心不稳 被阿勇抓住头发 狠狠撞向操作台 英爱出身而退 迅速雷击绳子 却将阿勇抽刀在手 回身来刺 英爱接连躲闪 寻到机会 大落手中道 狭小的车内 两人打出了阵火 谁也不留手 阿勇从未在一个女子手里吃憋 她是越打越怒 最后被英爱寻到机会 一招断了左臂 提袭而上 直接KO 把昏迷的阿勇塞进后备箱 英爱翻看阿勇手机 拨通了老皮的电话 她假装成阿勇的助理 询问恩惠的下落 但是老皮却说 已经把恩惠卖给了别人 话音刚落 被挂断了电话 人爱心中一酸 立刻开车赶到老皮的按摩院 刚一进门 便建议女子头上 带着她送给恩惠的发卡 心中顿怒 反手就是一掌 女子吓破了胆 乖乖带她来到了老皮的办公室 英爱反锁上门 抽刀在手 问她妹妹在哪 老皮一见是个女人 根本没把英爱放在眼里 英爱甩手一刀 老皮闲闲躲过 顿时大怒 抓起延灰缸便砸了过去 二人随后大打出手 英爱搭手一挽右 并将老皮摔飞了出去 老皮顺手剪刀 反手一刀捅向英爱 低头一看 却扎在了英爱的背包上 只见英爱抖手扣住手腕 打落手中刀 老皮顿时惨叫连连 老皮发狠还想再打 却被英爱一个剪刀脚锁住了头 动弹不得 这才服软 说出了恩惠的下落 昨天晚上 老皮发现恩惠心智不全 不愿留他 就让他打电话 找人帮他赎身 但电话打回家的时候 英爱正在外面寻他 没有接到电话 恩惠随后打给一个 叫幸福超市的地方 联系了一个大叔 两个小时前 便有个男子赶到 将他买走 一听这话 英爱双腿一用力 老皮便晕死了过去 记下幸福超市的电话 打通之后问出地址 英爱便立刻赶去 但是在半路上 阿坤醒了过来 英爱停车打开后备箱 阿坤却破口大骂 将错误都怪在 他的傻妹妹头上 英爱一动之下 用车盖夹断了他的手臂 随后上车 蒙采油门急速倒车 后备箱狠狠撞在货堆上 来回几次 阿坤惨叫连连 英爱这才放了他 开车绝尘而去 而此时的恩惠 正在一名西装男子的车上 此人名叫阿东 乃是朴英春的手下 朴英春有钱有势 黑白两道通吃 最近又当上了议员 三年前 朴英春看上了 青涩单纯的恩惠 多次强行与他发生了关系 恩惠心智不全 反抗不过 又不敢告诉姐姐 但妹妹的异样 还是引起了英爱的注意 有一天 他等在学校附近 亲眼目睹阿东 开着一辆宝马车 拦住了恩惠 将胆气的恩惠带到了酒店 而朴英春 移在房间等着他 恩惠被强行关下民谣 等英爱破门而入的时候 朴英春正要对恩惠下手 英爱怒火中烧 一把螺丝刀 废了朴英春一只眼 带走了神志不清的恩惠 两人随后搬家离开此地 但朴英春瞎了一只眼 不肯善罢甘休 派阿东带人四处搜寻姐妹俩的踪迹 是要杀了两人 以解心头之恨 但当年阿东找到了两姐妹 却动了恻隐之心 隐瞒不报 放过了两人 三年后 朴英春得到了消息 阿东只能奉命去抓恩惠 但恩惠认出了阿东 趁他下车买东西 偷偷溜上了一辆大拔车 眼看着就能逃走 却见阿东拦住了车 司机不顾恩惠的哀求 还是打开了车门 车上的神科冷眼旁观 眼睁睁看着恩惠被拉下了车 恩惠绝望又害怕 跪地哀求 阿东心中不忍 有些犹豫 但就在这时 朴英春打来了电话 阿东只好按照命令 将恩惠带到了建筑工地 等待朴英春 与此同时 殷爱终于赶到了幸运超市 见到了老板李老头 老头一听她是恩惠的姐姐 心中一慌就说漏了嘴 英爱这才震惊地发现 三年前 他的妹妹 竟被这暗藏色情的老头强暴了 而老头根本不知 是谁接走了恩惠 昨天晚上接到恩惠的电话 他还以为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将此事告诉了 旁边招相馆老板阿三 而那个小子 也欺负过恩惠 一听这话 英爱又恨又怒 兜手牵住老头的手 摁在门框上 不过老头的惨叫 生生夹断了他两根手指 老头撕心裂肺的惨叫 却根本平息不了 他心中的愤怒 泪水夺况而出 他心疼妹妹 悲从中来 英爱走进照相馆 拿起妹妹的照片 轻轻抚摸 随后二话不说 反手拍在了阿三头上 片刻之后 阿三头不血流 乖乖说出了实话 他确实欺负过恩惠 昨晚老头给他打完电话 他便把恩惠要钱熟身的事 告诉了修车厂老板吴昌石 而当年吴昌石 见老头和阿三都占了便宜 竟然也起了色心 将恩惠骗上了车 强行发生了关系 一听这话 英爱割断了阿三的脖子 转身离开 直奔修车厂而去 只见英爱横眉冷面 走进了修车厂 顺手抓了一把铁锤 叫了一声吴昌石 正在车底下的吴昌石 应了一声 抬头一看 眼前一亮 红裙眉腿风光无限 但还不等他偷乐 便见英爱举起铁锤 直接砸下 吴昌石的手掌被砸穿 顿时鲜血横流 痛得他浑身发抖 英爱问他是谁 接走了他妹妹 吴昌石这才明白 他所谓何来 不敢怠慢 立刻爆出了 朴昌春的名字 一听朴昌春三个字 英爱脑中睡间 回想起三年前的那段往事 他废了朴昌春一只眼 没想到三年后 妹妹又再次落到了他手里 而三年前 吴昌石给朴昌春修车 正式在他车里 凝辱了恩惠 被朴昌春发现 拉在车里的内衣 这才得知了恩惠 自此盯上这个傻姑娘 想到这一切 英爱失魂落魄地拉下手感 吴昌石被落下的汽车 直接一压死 回到车里 英爱用吴昌石的手机 拨通了阿东的电话 英爱开门见山不废话 直到他一个小喽啰 根本不敢放了恩惠 直接问他 朴昌春在什么地方 他要去杀了朴昌春 再去接他妹妹回家 阿东心中一惊 回想起朴昌春 把他当狗一样对待 便说出了地址 英爱挂断电话 看着车里的枪 眼中寒芒一闪 蒙踩油门 直奔城外而去 晌午时分 朴昌春九足饭饱 正在一处农家乐休息 英爱翻窗而入 摸进了房内 朴昌春心有所感 睁眼一看 一把枪正对着他的脑袋 他定睛一看 认出了英爱 只见他冷笑一声 威胁英爱不要乱来 否则他的妹妹 将死无葬身之地 英爱反手一耳光 枪口指定他的下巴 逼问他说出妹妹在哪 谁知朴昌春这个老狐狸 却用一个眼神 转移了英爱的注意力 突然间出手夺枪 英爱一招将他摔倒在地 横腿一扫 并将地上的枪 踢到了角落里 就在这时 四名手下温生赶到 冲进房内 与英爱大打出手 狭小的房间里 英爱出手果断 丝毫不慌 接连打倒三人 一人横刀拦路 却被英爱一把扣住手腕 打落了手中刀 英爱趁机捡起地上的枪 四人不敢妄动 等英爱追出去的时候 朴昌春正要开车离开 英爱吃脚狂奔上了车 跟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一路追出了无理地 两车互相冲撞 谁都想要谁的命 英爱兜手开枪连射 朴昌春身中一枪 拼尽全力才摆脱了英爱 他气急败坏地 打电话给阿东 命他将所有毒品 打进恩惠体内 召集所有手下 在停车场会合 但是刚挂完电话 阿东便将他的位置 告诉了英爱 嘱咐他 千万不要再失手 英爱立刻开始赶到 那处停车场 但就在这时 突然一辆车撞来 英爱被埋伏 原来朴昌春对阿东起了疑心 自己召集了手下 得知阿东出卖自己 便将他一顿毒打 掉了起来 亲手杀了他 但派去停车场的手下 全都栽在了英爱手中 夜幕降临 英爱洗掉脸上的血 将铁石放在纱布中 缠在手上 他已经知道妹妹在哪 今晚这一曲 他心里清楚 恐怕是九死一生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建筑工地上 朴昌春是看着手下 出离阿东的尸体 但就在这时 英爱一脚油门冲了进来 直直撞向朴昌春 朴昌春闲闲躲过 一看是英爱 一声令下 所有人举棍砸车 英爱兜手一枪射杀一人 朴昌春吓得立刻转身离开 英爱持枪在手 急速追出 但最后一颗子弹却没有打中 子弹打光 只能徒手来战 英爱全权倒入不留守 一人独占十几人 奈何对方人手一棍 四级偷袭 英爱接连中了几棍 最终力有不大 被一棍打倒在地 言出的英爱就要命丧刀下 却见他拼尽全力 反手夺刀 连戳对方五六刀 一刀封猴 短刀在手 英爱出手零力 刀刀中要害 刀刀都见血 一根烟的功夫 朴昌春十几名手下悉数毕命 英爱提到冲进房内 却被门后的朴昌春偷袭 两人再次大打出手 而恩惠一杯注射了毒品 倒在沙发上神志不清 朴昌春身受枪伤 根本不是英爱的对手 没走几招就被英爱打翻在地 最后乱拳打死 英爱带着昏迷的恩惠 开车行驶在马路上 他要带妹妹去一个干净的地方 只有好人的地方 而他腹部的伤口血流不止 他困了 累了 却强行睁开自己的眼 出了隧道 眼前一片白光 姐妹二人的归宿 真是的令人不愿去想 这是一部沉重的复仇电影 姐姐在追寻妹妹的路上 得知了一个又一个 欺负妹妹的人 警察的冷漠 路人的冷眼旁观 肮脏的施暴者 将他逼上了以暴制暴的绝路 都说人要善良 但绝不是委屈求全的软弱 只有自己强大 才能让爱你和你爱的人 享受那份爱 今天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点关注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后会有期